秀林乡立幼儿园在吉安乡客家文化馆演艺厅是办理了 花莲县秀林乡立幼儿园108学年度联合毕业典礼的活动 商长王玫瑰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副主席赖惠美以及各级机关的代表们都到场来共享盛举 秀林乡立幼儿园并且在吉安乡客家文化馆扩大办理 秀林乡108学年度毕业生 公纪有家民主所 护士分班 同盟分班 水源分班以及和平分班 一共有61位小朋友们这一次联合毕业典礼当中 各项利幼儿园小朋友们接上装打扮表演 让这次活动在欢乐与长辈对小朋友的曲奇当中落幕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Full Call 来参加我们幼儿园的毕业典礼 就像往常一样 我们会租一个场地 来给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个非常温暖舒适的环境 和这场毕业典礼 也是家长孩子在幼儿园毕业当中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让今天的活动 不仅是让各位家长舒适之外 也让整个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 有人说 公所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体育馆 我想这个也是公所未来要努力的目标 我们总不能一直租别人的场地 到别人的场地来办自己的活动 因为目前的状况现在都还在处理各项的土地问题 所以我们会往这个方向 能够让自己有一个体育的多元广场 今天有没有很开心 有 今天这是我们秀林湘幼儿园的联合毕业典礼 其实每一年我跟乡长还有我们的代表同仁 还有学校的我们的幼保员们 都会在这个时间欢送我们的小朋友从幼儿园毕业 其实我想秀林湘的相托 大家其实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 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设备 他的师资 他的环境 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进步的 那刚刚乡长也讲到说 我们好像每次都跑到那么远来办 是有对家长有点不方便 其实乡公所跟代表会这边也在努力 希望我们在秀林湘里面 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场所 然后办一下我们自己 比如说幼儿园的毕业典礼 或是其他的活动 那这部分在双边的努力下 我想会尽快的达成 秀林湘公所历年来 致力于文化教育 社会福利等工作 秀林湘公所开办幼儿园以来 就是期盼能够提供 本乡乡民就读的学校 同时也可以结合 本乡族群文化特色的元素 让秀林湘的学童们 在衔接主流教育的同时 也能够程序 他有一个组组群文化的特质 记得终于见详会到